我以前在清华跟许章中教授 也有私交私下的来往开会 也都聆听过许章中教授的这种 在哪怕是学术会议上 这种相当慷慨激昂的这种发言 这种力量 这种人格的力量 学术上的力量都是非常的强大 我相信这种强大是最重要的 也是它能够在过去八年 能够继续的发生 继续的在 尤其在过去两年 在修宪之后 尤其在过去半年 武汉肺炎期间 这么最困难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不断的战斗的 有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通常我们不谈 比如说在霍布斯意义上的政治 我不谈良知的情况下 它是几乎是中国政治 大的政治环境里头 在中国高校里头 保有良知 很少的保有良知的学者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几乎是最后一个 在清华校园里 保有良知的学者 被抓起来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我们现在对这个事实的 我想不是这个 保有良知的很多 但是敢把良知说出来的 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个 我是这样说的 几乎是唯一的 它通过良知 来发表各种喜闻 批判 对修宪 对终身制 对武汉肺炎的这种 这种中国所面临的 这种国际孤立的状态 对习的各种的这种政治责任 做的这种批判 是非常的批判 当然这批判在我看起来 也是跟他 如果说有一点负面的话 就是太苏呆子气了 这个是唯一 就是中国知识分子 这个所不能摆脱的 但是这种苏呆子气 和他的勇气 和他的良知 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 是不可分割的 三位一体的一个部分 所以也没什么可指责的 重要的是这个良知本身 良知很容易被忽略掉 但是良知我想强调 是他身上最重要的 一个品格 支撑了他的勇气 而这个勇气是在于 这个法学家 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杜威当年所谈的 这个基本的问题 参与知识生产 才是人类的最高天赋的方面 而且是自由的唯一保障 那换句话说 就是把他抓起来 实际上是中国在任志强 在等等这些之后 是阉割掉最后一点点的 仅存的自由 如果说香港在七一之前 还有一点点自由 被国安法给消灭掉的话 那么在中国大陆 我们说过去八年 在大学 在意识形态 在上干领 消灭了所有的自由之外 之后 那么把曲章论抓起来 那么事实上 依靠勇气和良知 所凭靠勇气和良知 所依存的一点点的思想的自由 也被强奸了 也被关到监狱里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跟香港国安法通过 在我看起来是意义是同样的 巨大的 同样是巨大的 是个转折点 所以转折点的意义就是说 当局现在释放 说以嫖娼 说一个星期以后放出来 这实际上是 麻痹外界的一个说法 让你们以为 就是嫖娼了 嫖娼那个 最多就是行政拘留了 最多 而且这个事情 你们就不要那么太当真了 当局一定会放出来 这是在麻痹公众 这种麻痹公众 这是当局的很巧妙做法 一方面把它污名化 另外一方面 实际上是麻痹公众 认为这事情并不重要 过几天就放出来 但我个人认为 它的意义太巨大 不可能短期就放出来 当然除非他做出妥协 在里面写悔过书 写保证书 但我个人并不相信这一点 那么 它的意义在什么呢 在于 不久前 我们说的 中央党校副校长 何一婷 写的这篇文章 在学习时报上 发的这篇文章 21世纪的 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 当然我前面标题 我就不用谈了 你们都知道 我没必要 在我们的话题里谈 那么 这中间实际上要 为习做理论上的总结 这理论上总结 是非常重要 为第三任 为未来终生 是做一个 思想总结 做一个过渡性的 一个很重要的安排 那么习 那么许章润 抓他的意义是 其实在消灭 剩下的最后一个 对立面 消灭最后 对立面的意义是在于 理论上的清场 这是一种清场 最后还有一个人 在那边 发声 在那边发喜 在那边敢于批评 怎么办 清场 这是清场 那么抓许章润 就意味着是一种清场 这种清场 我相信会让它 不发生很长时间 在技术手段上 很容易做到 对对对 就是各种方式 如果说写章润 比如说再被抓进去 第二天就同意 我再也不写东西了 那结果明天 就把它放出来 达到清场的效果 这种理论上的清场 才是抓他的 唯一的目的 当然 所以我说 在这意义上讲 能够做理论清场的 不仅是最高领袖 一定也有 中国的党的意识形态的 最高负责人 在下这一命令 要把这篇 我们说的 这个二十一世纪 马克思主义 这篇文章的 对立面的 许章润 抓起来 这是意识形态的决定 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意识形态决定 在七号 在九号文件 七不讲 等等等等 所有的对大学 采取各种管控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实际上是校内 已经少就实行了 这种校内的大学的 高等教育的国安法 当然这是一个 非正式的国安法 我们把这形容为 一个国安状态 一种戒严状态的话 那么 许章润就是几乎是 胜在北京里头 最后这么一个人了 那么他是最后一个人 最后一个 纳斯的沙姆瑞 这是最后一个武士 最后的武士 现在要被抓起来 那么 这是理论清场 就是把幕府时代 最后的武士也抓起来 把邓江湖时代 邓时代路线的 最后一个自由主义的 知识分子给抓起来 这是一个 这底的理论上的 意识形态上的清算 那么这种清算 某种意义上讲 除了为第三个任期 做准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于下半年 我们说 这个时机是很有意思的 是上半年 总结了一个伟大胜利之后 那下半年 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恶化 中国和世界关系 在处在恶化 处在一个新的孤立状态 中国的经济 在下半年也可能处于一个大幅度的下滑 大规模的失业 等等等等的一种 下行的状态 情况下 那么 如果不把许章润抓起来 就意味着 可能他会更多的批评文章 可能会更多的挑战 那么在这意义上讲 实际上是对许章润 做一个预防性的逮捕 预防性的逮捕 这个预防性的逮捕 当然是相当的非法的 任何理由都站不住脚的 但是让我们想起 1925年 日本的维持治安法 日本的维持治安法 包括30年代的修订 就是包括了预防性逮捕 包括思想罪 思想可以定罪的 不光是言论可以定罪 思想是可以定罪的 只要警察当局 判定你的思想是危险 你有危险思想 那么就可以抓起来 而且这种抓起来 是一种预防性的逮捕 那么现在对许章润 其实是在对下半年 对以后的未来两年的 我们是第三个任期交接的 这么一种形式的判断 情况下 把最后一个敢于 发出喜闻的 自由派的法学家 给抓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 如果说 在纳粹时代 我们有纳粹时代的法学家 是卡尔斯密特 包括海德格尔 做这种 为纳粹的虚无的意识形态 做贡献的话 那么在中国 法学家其实站在了对立面 那么真正在为这个 意识形态做贡献的 确实我要讲的话 陈小龙肯定很高兴 其实是清华校内的一些 所谓的新左派 他们确实是 为什么我高兴啊 不是 还有新左派 因为他跟美国的 还有新左派 对对对 他跟美国的新左派 自由 美国的所谓的新左派 比如说张张什么 欧洲的什么 玩得非常赚 那么在意识形态上 他打扮成 国际的新左派 那么事实上 他又在国内 实际上是扮演一种 国家主义的 纳粹主义的 吹骨手 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变成 中国的这种新纳粹统治的 一种代言人 就像卡尔斯密特 当年首扮演角色 而法学家 站在了他们的队里面 站在了斗士的 队里面 最后就武士的一种状态 这是中国现在进入到一种 新纳粹的 或者说日本192025年以后的 军国主义的一种状态当中 那这个状态 如果说未来 可能被长期的固定化下来 比如说像709 我们今天我们知道 马上就到709的五周年了 那么今天 那么许章任抓是706 在北京时间是706 那么706未来 我们知道709之后 国内的法律 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 包括对律师的一些职业的 一些条例都发生了变化 做了很多严格的限制 我相信在未来 在中国的国内 在香港国安法之后 国内也会有一些 法律上的修改 会变得越来越严格 把过去包括抓取 让人这种思想 入罪 预防进代谱 理论清场的这种方式 变为法条 那么我们可以 可预期的是 未来国内会出现一个 类似香港国安法的 一个修正版的 中国已经有国安法了 但是它会修正把思想 把类似香港 类似日本1925年的 自然维持法的一种东西 在中国内地会通过 那这是在这意义上讲 所以许章润的被抓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很偶然的 简单的几篇文章 确实不是几篇文章的事情 它是一个重大的 中国的这个制度 中国的政治性质 这个重大的转变 那么其实也是中国 最后一点自由在消失 那自由的消失 其实我是蛮高兴的 某种意义上讲 当然我们自由 我们要背叹 自由主义的道路 走向终结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意味着 中国实际上 在现在已经开始走向 苏联在1970年代 所陷入的一种晚期 晚期是什么意思呢 一种停滞状态 我不相信中国未来 会有任何的创造力 有任何的思想 有任何的科技也好 人文也好 制度也好 思想意识形态也好 它不会有 未来不会有任何创造力了 就回到我们说 1925年王金安自杀 回到当年的治安维持法 日本的治安维持法 那么许章润实际上在 向王国为致敬 北京也在向他致敬 但是他不是以自杀的方式 但是他是以 北京是以政治自杀的方式 向1925年的王金安致敬 这是中国重大的一个思想史上的 以及政治制度史 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好 那我先谈到这 这个